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中国发生了一场颇有声势的维生变法运动 到了1898年 百日维生成为这次运动的高潮 这场的维生运动主要的领导人是康有为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 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 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就在德国强占江州湾的消息传出之后没多久 康有为第五次赴京常书光水帝 提出变法自救的强烈主张 这份上书也避了 但他的内容已经在北京广为全抄 1898年初 光水帝知道了上书内容 想召见康有为 但被公亲王益恩所阻撓 光水帝只好指派雍童和 李鸿章等五大臣接见康有为 之后康有为第六次上书光水帝 继续强调变法的急迫性 而且提出具体措施 光水帝一心想改变国势贫药的局面 于是决心接纳维生主张 1898年5月 公亲王益恩病死 变法阻力减少 康有为即刻鼓动帝党官员上书敦请变法 光水帝接受建议 在6月11日 办部由雍童和草义的定国试照 变法运动正式开始 16日光水帝在仪和苑 召见康有为 商讨具体变法措施 光水帝任康有为 总督衙门张经上行走一职 准与专节奏事 想阳瑞、刘光帝、 谭智童、林毓四品兴咸 作为军机将经 参与新政 变法期间 光水帝发布了想百度变法召令 包括政治方面设制度局 财检勇员 提倡西学 军事方面设厂制造军火 改用西法精练军队 这些措施 虽然是没有触及 根本政治制度的变革 但也有利于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与近代资产阶级进步思想文化的传播 随着变法运动的高涨 以慈禧为首的环顾派 与维生派的矛盾 亦日益占裔 慈禧太后 首先逼白光水帝下令 将用同和革职 接着逼白光水帝 任命永禄为直帝总督 兼北洋通商大臣 统率北洋三军 实际上 就是将北京控制在他自己的手里 慈禧太后又用光水帝的名义 宣布在10月19日 去天津检阅军队 准备到时发动政变 逼白光水帝退位 在这个危急的时刻 光水帝就与维生派的主要人物反复商量 认为唯一可以想到的办法 就是依靠袁细海的军事力量 袁细海早年曾在天津小站督练新建的陆军 当时在荣禄的布下 在北洋三军中的重要将领 当光水帝王位难保之时 谭智同挺身而出 表示愿意冒险去找袁细海 说服他出兵帮忙 当晚深夜 谭智同独自去到了袁细海的寓所 拿出光水帝的密照 而且将维生派的全部计划 也和盘托出 要袁细海扶持光水帝 诛杀荣禄 消灭后党 谭智同慷慨激昂地说 今天只有你可以救皇上 如果你愿意 就请全力救护 如果你贪徒富贵 就请去到仪和苑告密 你可以升官发财 袁细海正眼立色地说 你将我袁某 看成是什么人 皇上是我们共事的圣主 救价的责任 你有 我也有 第二日 光水帝召见了袁细海 要他保护新政 退朝之后 袁细海匆匆赶回天津 一去到天津 他就去向荣禄告密 荣禄得报之后 连夜乘专车进京 赶往仪和苑 去向慈禧太后报告 第二日凌晨 慈禧太后就带着大批人马 气急败坏地 从仪和苑赶到紫禁城 下令将光水帝 囚禁在中南海的刑台 对外就宣布 说光水帝生病 不可以亲理政务 由慈禧太后 林朝听证 同时下令大肆 搜捕维新派 和倾向维新派的官员 北日维新期间推行的新政 除了京师大学堂等 少数几项的措施之外 全部都被废除了 这一年是母书年 所以通常就将这场政变 称为母书政变 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得知消息后 从天津搭乘英国轮船 逃往香港 梁启超当日得到日本使馆的保护 化妆逃往日本 1898年9月28日 慈禧太后下令杀死谭志同 看广人 刘光帝 林毓 杨瑞 杨森秀六个人 他们被称为母书六君子 母书变法虽然失败了 但它对中国历史发展 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它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 符合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趋势 具有爱国救亡的积极意义 它的失败证明了 在半封建搬殖民地社会的中国 维生改良的路 还未走得通